6月25日韩庚在京参加了大型明星青春青年片 Olay青春的启动仪式 活动当天韩庚身穿一些清爽装扮现身 身为人气王的他和青春显然密不可分 一方面他是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 另一方面由他主演的电影《至青春》也获得了超高票房 谈到自己的青春 即将30岁的韩庚也在发布会当天 说起了青春期是最痛苦的事情 十年前最难的时候就是毕业 等着去韩国那一年 这是我应该是最艰苦的时候 笑着流泪了真的是 就觉得很幸福 就回想到很多的一些事情啊 记忆啊或者开心不开心的 所有的都会浮现在脑海里面 有可能大家觉得说那时候很苦啊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本人应该会觉得很幸福 发布会当天韩庚海透露出名之前 家庭条件一直不好 上学时的生活费只有200一个月 其中100还是学校给少数民族学生的补助 由于生活结局 韩庚十分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每天规定自己打饭只是三年前 虽然家庭条件结局 但韩庚在五岁的时候却非常受宠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孩子的流行拍艺术照 韩庚也在父母的带领下拍了好几套 就在前些天这些照片在网上被曝光 没想到如今英俊帅气的韩庚 五岁时拍的艺术照 却是女孩打扮 红脸蛋 红嘴唇 红眉身 真是相当可爱 东北是特别流行的 叫艺术照 小孩都要去拍 那小时候你爸妈是把你当女孩样 没有 应该我妈 我爸觉得好玩吧 就给我打扮成那样 有很多照片 特别不愿意化妆 那你那种心情好吗 被打扮成那样 没看我笑得很假 我妈妈 我妈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